這邊應該是真的要開始了 那我們一樣先來看一下紅藍這邊雙方開場的戰術佈局 那開場 紅隊是一個二三開喔 他們的死靈是在通套那邊看對手有沒有來 然後現在其餘的人準備要上中場了 藍隊也是一四開 藍隊這邊可以看到他們應該是用了一個shadow refuge 那要看這個守護有沒有意識到 對然後死靈是繞了後方上 這邊守護招快速的擊火直接倒地了 然後被一個illusion of life救了起來 可以看到剛才那個擊火非常快喔 守護直接招式都來不及開就直接倒 對他連無敵都來不及開 可以看到他身上現在非常多的condition 因為對手是用了一個wills 這邊應該是小空主都講錯喔應該不是 那沒關係 那他那個時間那個 剛才又被jill起來 那盜賊在這邊 紅隊盜賊在這邊 他這個死的位置非常差喔 這邊應該是 隊友沒有辦法jill幫得了他喔 那他這邊是已經照擊殺了 那紅隊這邊 變成場上已經變成一個4打5的狀況 然後紅隊的幻術在這邊照擊火 守護又再度的倒地 那守護這次應該是 順利的被藍隊這樣擊殺掉 那這邊紅隊還是有站到這個點喔 但是馬上就被開白了 那藍隊應該是可以順利拿到終點啦 因為他們是一個人數上的優勢 然後紅隊這邊 喔 盜賊 我覺得這盜賊有點 他幾次死的位置都不是很好喔 都是單獨的死在這種地方 那就是隊友完全幫不了他 然後他也是沒有辦法活命喔 這個紅隊是進行一個regroup 準備要再次上終點 那可以看到藍隊這邊已經 那個 擊殺掉了 BOSS 可以看到守護他是想要直接衝撼局 不過好像 在猶豫 因為對手是有人在首加點的狀況 然後他一個 冥想的這個瞬遙 然後 衝過來 然後打算 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想要把他推白啦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中場好了 中場的交戰情形 那中場可以看到這邊司令 是被擊火的很厲害 然後這邊已經倒地了 然後可以看到 他被Reation of Life救了起來 然後 然後他這邊還是 喔 被倒地了 然後倒著也倒地 那就看兩邊 誰可以比較快的 終結到對方喔 那這邊兩邊 雙方隊伍血量都很低喔 把這邊成功的 是把這個死靈救了起來 但是他們 盜賊是已經遭到擊殺 那這邊藍隊 喔 可以看到藍隊兩個人倒地 然後這個 盜賊血量也很低 非常危急 那這邊 盜賊倒地 那剛才那個幻術是被救起來 但是他們還是一樣是兩個人倒地 那這邊還是在嘗試在救 看可不可以救起來 又救起來喔 那這邊就是 就是我覺得紅隊這邊 他們那個對於倒地的終結喔 出了一點問題喔 他們沒有辦法 非常有效的把那個倒地的人 呃 擦掉 那變成說 你看他這樣 原本他們已經取得優勢 但是 一直被救起來 反而是被反打一波 然後 可能終點這邊 又會再輸掉 那理論上是他們 紅隊這邊是有兩個守護的 他們只要 Sepity就是 開得好的話應該是不至於常 這種情形喔 但是 還是 因為藍隊那邊 是一個倒賊 一個元素 跟幻術 所以可能 是直接擊殺 會是比較快 直接倒地之後 DPS倒死 那守護在這邊 倒地 然後 哇這個 非常接近喔 差一點點就可以救起來 但是他還是被插死喔 那這波就是 變成說 紅隊又被迫要 要先採取一個防守 先採取一個守勢 等待 人員復活以後 才能 再打一波 可以看到 藍隊這邊已經壓到 這個他們 的賣點了喔 那這邊 是選擇一個後撤 因為 那個 紅隊的人 馬上就要 復活 然後這邊 這個 原素壓要太深 對 然後這邊 那看 紅隊可不可以 這邊 趁這個機會 一股作氣喔 趁這個 藍隊有減員的情況下 可以把 終點拿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看到一個 藍隊的盜賊 是在上面喔 在這個位置喔 做一個輸出 然後這個 紅隊的盜賊 馬上 血壓已經 剩下五千喔 然後被迫 交了 然後他現在又進場喔 貼著對方的 幻術喔 進行一個 集火 那幻術在這邊喔 找到 已經倒地 然後被隊友救了起來 這邊 紅隊的盜賊喔 又是死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 無解的位置喔 你死在這種地方 隊友根本完全救不了你 那 紅隊盜賊在這邊又找到擊殺 那幻術 剛剛被救起來 然後馬上 血量應該很低喔 然後在這邊 又再度 進入了倒地狀態 但是 可以看到藍隊救人 還是蠻快的喔 一直 一直可以把 隊友這樣救起來 他們現在又是 三個人喔 三個人救一個 這個 守護又是沒有插到 他那罩子 稍微放的位置 不是太好 然後這邊 死靈血量 有點半血 然後被一個拉 然後被一個 被一個immobilize 定在這邊 但是 藍隊這邊 火力沒有接 沒有接上來喔 到這裡 剛剛是招擊殺 對 到這裡剛剛現在復活 然後 藍隊這邊還是 持續的在集火死靈喔 那死靈 剛剛倒地 然後被隊友救了起來 中場的戰狀還蠻膠著的喔 那 目前藍隊是 守護已經倒地了 然後 守護已經造到擊殺 對不起 那 幻術也是造到擊殺 那所以 紅隊應該可以順利的把 中間拿下來 但是他們家裡喔 是被剛才那個 重生的盜賊開擺了喔 那我們看一下賣的情形喔 這邊 可以看到那個幻術回首 這邊是一個一打散的狀態 讓盜賊非常非常快的 就會被這集殺 可是他也是把 幻術殺掉了喔 玻璃大砲間的戰爭啦 就是 生死的一瞬間 然後 可以看到紅隊死靈 這邊現在在嘗試 吃Boss 這個分岔現在已經是有點大了喔 就變成說 紅隊目前要 他們必須要 就是讓藍隊一點都沒有 就是 如果 這個分岔就是 藍隊只要死命守住 Bunker一點的話 他們就是 可以 贏喔 那 紅隊這邊好像是要 嘗試吃Boss 可是這邊守護已經造到擊殺 那 紅隊這邊兩個人喔 兩個人想要 來偷這個Boss 可是 藍隊是五個人全部都在這個地方喔 你看 可以看到五個人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那 這邊就是 兩個人 在這邊 遭到融化 然後 Boss又被 藍隊吃掉 那這邊 變成說 紅隊已經很不利喔 他即使 即使他們 維持現在這個態勢 藍隊也是可以取得獲勝 取得勝利喔 那可以看到這個 藍隊 的幻術跟盜賊 現在到了賣點喔 這邊 這邊的分數是 即將來到五百分 藍隊即將獲得勝利 這邊的分數是即將來到五百分 藍隊即將獲得勝利 在那個地方